第八十五章 拉萨的夜 秦宣冰的吻 从大昭寺出来之后 一行人找了个酒店坐下 庄瑞原原本本地把自己在大昭寺内的遭遇给众人讲了一遍 至于眼中灵气的事情 自然是省略掉了 即使如此 对于庄瑞能得到活佛的青睐 庄瑞还是羡慕至极 我说木道 活佛给你灌顶之后 有没有产生点啥特异功能啊 听完庄瑞的叙述后 刘川酒也不喝了 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庄瑞 当然有了 咱能透视了 现在就能看到你没穿内裤 不信的话 咱们现场确认一下 对付刘川的流氓招数 庄瑞自然是熟悉得很 哥们要是穿内裤了 你就把这小白狮让给我 怎么样 流传在庄瑞的故事里 就听明白了小白狮是唇血血熬这件事 当下就站起身来 准备脱裤子艳明正身 一时间 引来众女的讨伐 包厢里的气氛愈加活跃起来 对于小白狮是熬亡的问题 大家都是很容易就接受了 这一路上 小家伙所表现出来的聪慧 早已显示出 他不是一只普通的松石犬了 庄瑞 我曾经听说过 西藏天珠对人体很有益处 不过现在假的很多 这串天珠是活佛佩戴的 你要好好保存啊 至于庄瑞得到的天珠手链 众人对其价值都不是很了解 庄瑞也只是知道 天珠在西藏极为珍贵 更何况这是活佛佩戴的 当下 交代庄瑞要保存好 这个手链或许能成为庄瑞此行最大的收获 其后 庄瑞自然是被众人狠狠地宰了一顿 不过今天收获破风 庄瑞也没有在乎 大家吃得都很高兴 只有百蒙庵似乎信有情节 又喝醉了 还是周瑞将他嫁回的酒店 庄瑞和刘川住的是双人套奸 不过此刻 刘川没有在房间里 刚一回到酒店 他就跑到雷雷的房间去献殷勤了 本来还想拉着庄瑞一起去的 被庄瑞拒绝了 他正想一个人待着 测试一下眼中灵气升级之后 多了哪些功能呢 庄瑞先是把自己在合肥讨来的那个紫檀根雕拿了出来 动用灵气看去 原本庄瑞的眼睛只能看到木制品大约一公分左右的深度 但是此刻却是很轻易的 就将紫檀根雕看穿了 美丽精细的紫檀内部纹路 清晰的显现在庄瑞的眼睛里 只是这个根雕已经失去了灵气 庄瑞却是没有办法尝试灵气吸收了 而且 他身边也没有什么古丸之类的物品了 对了 怎么把这东西给忘了 活佛送给自己的天珠应该是个有年头的物件 庄瑞拍了下自己的脑袋 连忙把天珠手链从手腕上取了下来 放到了手心里 捧到眼前仔细的观察起来 完全变成了紫色的灵气 更加容易操纵了 只是心意一动 灵气就随着目光进入到天珠的内部 一个美丽的世界 顿时显现在了庄瑞的眼中 在天珠那不大的空间里 充满了各种瑰丽的色彩 五颜六色的还是美丽 天珠里面似乎有磁场一般 将各种美丽的色彩环绕成一个圆形 就像是雨后彩虹一般 散发出七彩的光芒 这串天珠也没有让庄瑞失望 里面的确充斥着浓郁的灵气 但是 当庄瑞眼中灵气渗入之后 却没有办法和这些灵气相融合 两股灵气居然各行其道 净未分明 当庄瑞控制着自己的灵气 想把天珠内的灵气包裹住的时候 却发现 那些灵气都滑溜溜的像鱿鱼一般 即使将之围住了 也没有办法与之融合 两股看起来相似的灵气 都摆出了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 怎么会这样 如果说在大昭寺内 无法吸收墙壁唐卡内的灵气 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但是此刻 连天珠内的灵气也不能吸收 就让庄瑞的心中感觉到一丝惶恐了 要是就此不能吸收灵气的话 那等到眼中灵气消失殆尽之时 岂不是就会永远失去了 庄瑞心中有些茫然了 俗话说 由减入奢易 由奢入简难 庄瑞已经习惯了眼中灵气对自己的帮助 虽然现在灵气升级了 并且在数量上很充沛 但总会有用完的那一天 如果失去了灵气的话 庄瑞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呆呆地看着自己手心处的天珠手链 庄瑞的思绪有些飘忽起来 自从产生灵气之后的那些画面 重新浮现在他的眼前 从爷爷的遗物中食宝 再到市场简陋 当这一幕幕的场景又出现在眼前时 庄瑞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能缺少眼中灵气的存在了 庄瑞没有发觉 由于没有自己的思维控制 眼中的灵气变得有些温暖 穿过了天珠手链 向自己的右手狂涌而入 当他发现到右手传来一阵舒适的感觉之时 才意识到不对 连忙将灵气收回到眼内 可是眼中的灵气却少了近乎三分之一 比之之前治愈手臂所用的还要多 庄瑞不由心疼起来 本来就没解决灵气的吸收问题 现在又白白修好了这么多 要不是这右手是自己的 庄瑞都恨不得把他砍下来 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 庄瑞重重的倒在了床上 看着天花板发起呆来 躺在床上的庄瑞突然发现 灵气在眼中那个小童之中 每流转一圈后 本来很微弱的四四灵气 似乎都壮大了一分 而原先减少了的灵气总量 好像也在缓慢的增加着 庄瑞害怕这是自己的错觉 连忙坐了起来 深深的呼吸了几次 将有些激动的心平静了下来 开始仔细的记录着 每一丝灵气大小的形状 等那些灵气进入到小童之内 一周循环之后再与之前对比 其实在大昭寺的时候 庄瑞就有过这种感觉 但那会儿是在灵气充沛的房间里 他当时以为眼中灵气的增加 是自外吸收的 并且那会儿急着寻找小白师 他也没有仔细的去体会 没错 灵气是在自动生成着 观察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之后 庄瑞终于确定了自己的这个发现 一时间 庄瑞的心里变得欣喜若狂 眼睛可以自己生成灵气 那能否在吸收骨丸内的灵气 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 更何况 通过观察天珠的实验表明 庄瑞依然可以分辨出骨丸里面 是否有灵气存在 也就是说 他以后仍然可以用这个办法 来鉴定古文的真假 既然眼睛以后 不会再吸收物体内的灵气 那是否可以通过物体内灵气的多寡 来判断这个物体的年代呢 庄瑞没有想到 困扰了他一个多月的难题 居然就在这次灵气升级之后 完全解决掉了 在解决了灵气补充的问题之后 庄瑞心里像落下了一块大石 变得无比轻松了起来 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 也出现在脑中 一时间 躺回到床上的庄瑞 开始浮想连篇起来 嘿哥们儿 想女人呢 这么出神 喊你去看美女 你又不去 刘川推门进来 出眼打断了庄瑞的思绪 滚一边去 我要是看你家雷雷 你小子还不和我拼命呢 庄瑞坐起身来 笑着回半了一句 她此时心情大好 也不再以刘川打断了她的思路 那是你嫂子 敢多看 挖了你眼珠子 刘川瞪起眼睛说道 对了木头 你在饭店里说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 这小东西真是脏熬 而且还是熬王 刘川看着正在庄瑞的身体 前后扑腾的小白狮 有点怀疑的问道 不算小时候养的笨狗 就是开宠物店的时间 也有四五年了 刘川不相信 自己居然连个松石犬都会看错 小家伙听到刘川的话后 居然扭过头来 冲着刘川发出一声地吼 虽然声音略显至难 不过也颇有几分金毛熬王当初的风采了 另外 那两只小熬犬 听到小白狮的吼声后 居然很害怕的靠向了刘川 我怎么知道 活佛就是这么说的 你不会觉得自己的眼神要比活佛还厉害吧 就从你那两只幼傲来看 这个可能性很大 这几天下来 刘川时常用那两只小脏鞋 调侃庄瑞 庄瑞不介意用小家伙 狠狠地打击下刘川 看他以后 还敢在自己面前嘚瑟不 来 让刘川哥哥抱抱 此时的刘川 就像是诱拐少女的大叔一般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 伸出双手 抱向床上的小家伙 啊 随着刘川口中发出一声 堪比金毛熬亡的叫声 伸出去的双手 也快如闪电般的缩了回来 只是在右手的虎口处 留下了一排细小的牙印 差一点就要咬破皮了 妈的 你属狗的呀 话刚出口 刘川自己也失声笑了起来 这可不就是一只狗啊 小白师挑衅的向刘川叫了几声 跳下了床 举到那两只黑毛小脏熬的身边 那两个小家伙 现在也睁开眼睛了 看到小白师跑过来 连忙让出一块地方 就连刘川费了半天劲 才撕出来的肉丝 都被那两个小家伙 拱手相让了 木头 你也不管管你的狗 这整个一狗霸王呀 刘川心中其实也是极为 喜爱小白师的 相比自己得到的那两个小脏熬 显然这小家伙 更为讨人喜爱 奈何这小祖宗 根本就不给他面子 除了勉强能让秦宣兵抱一会儿之外 其余的时间 都是寸步不离庄瑞 对了 流氓 事情都办完了 咱们也该回去了 我的假期也差不多到了 回鹏城待不了几天 就要去上班了 庄瑞懒得再和这四斗嘴 此次西藏之行 带给他的收获 简直太大了 大到他没有办法 用语言来形容 自己心里的喜悦 现在庄瑞甚至 连布达拉宫都不想去了 反正那里的宝贝 对于他而言 是看得到摸不着 去了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还有一点就是 庄瑞对于西藏 这个神秘的地方 在心里存了一丝敬畏 他怕自己身上的秘密 会被一些神通广大的 喇嘛看透 虽然他还没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经过今天和老喇嘛的谈话 以及那次灌顶的经过之后 庄瑞当时就感觉到 那个老喇嘛纯净的眼神 似乎可以看穿别人的心灵 由此庄瑞发现 在这个世界上 自己不了解的事情 还是有很多的 仅仅是一个活佛 就如此神奇 要是转世班禅呢 庄瑞不敢保证 在他面前 自己还可以保守住 眼睛的秘密 雷雷他们几个人 明天上午去完布达拉宫 乘坐下午的飞机回南京 百门安也一起离开 至于咱们几个 什么时间走都行 不过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说这里有个交易文物的黑市 你要不要去看看 刘川的话让庄瑞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秦宣兵他们会坐飞机直接离开 都是年轻人 大家这些天相处的也很愉快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 庄瑞的心里居然有点失落的感觉 文物黑市 庄瑞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正想追问下去 一阵敲门的声音传了进来 秦宣兵 你怎么来了 刚才不是说要休息了吗 门口传来刘川的声音 庄瑞听到后 连忙穿上鞋子 从床上下来了 他刚才的姿势可是不太好看 我找庄瑞 你拦着门干嘛呀 要是以前的秦宣兵 根本就不会和刘川解释 但是这些天相处下来 秦宣兵身上那种淡漠的气息 似乎都消失不见了 此时的他 就像是个邻家女孩一般 嗯 应该是长得很漂亮的邻家女孩 宣兵 什么事呀 咱们明天还要去布达拉宫呢 怎么不早点休息 庄瑞推开流川 看向秦宣兵的时候 眼睛不由亮了一下 秦宣兵应该是刚沐浴过 头发还没有完全吹干 戴着一丝湿意 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扎起来 很随意的披在肩膀上 虽然距离秦宣兵 还有两米多远 庄瑞的鼻肿 已经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女人体香 秦宣兵的布施粉带的洁白面孔 看起来是那样的鸣艳动人 秦宣兵穿的也很随意 上身是一件紧身夹克 下面配了一条牛仔裤 修长了双腿 浑圆高翘的臀部 将她的美好的身材 完美的勾勒了出来 看到秦宣兵的打扮 要不是这段时间经常在一起 加上自身很强的美女免疫力 庄瑞恐怕又难免要出丑了 睡不着 想出去走走 你有时间吗 秦宣兵说话的时候 脸色有点微红 低下头去 看着自己的鞋肩 庄瑞在感情上 虽然是雏鸟一个 秦宣兵也未必比他好到哪去 可能甚至还不如庄瑞呢 此番能出言相邀 秦宣兵可是鼓足了勇气 这句话说完 身上几乎没了力气 有 有时间 这小子刚才还和我说睡不着呢 庄瑞还未答话 刘川就在他身后嚷嚷了起来 好 宣兵 那咱们就出去转转吧 庄瑞回到房间里 穿上了一件外套 三月份的拉萨 气温还是比较低的 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出了酒店 庄瑞脚下还跟着个来回跑动的小白师 他们所住的酒店就在八阔街上 晚上的八阔街也是热闹非凡 庄瑞和秦宣兵之间并没有交谈 只是这样在街上走着 看着讨价还价的商贩 露出满意笑容的游客 两人只感觉到心里一片平静 去那里坐走吧 庄瑞和秦宣兵同时指着前面的一个露天咖啡厅 开口说道 听到对方和自己一样的想法 二人都笑了起来 本来相隔得有点远的身体 也靠近了几分 在两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难言的默契 走进咖啡厅后 一个留着长发 很有艺术气质的年轻人迎了上来 庄瑞和他交谈了几句 发现这个咖啡厅的老板居然是一位香港人 这位老板看外表 年龄似乎并不大 但是一询问 这人竟有四十多岁了 听到秦宣兵也是香港人后 两人用粤语聊了起来 听到一旁的庄瑞 反倒是一头雾水了 我在说 香港的生活节奏太快了 我来西藏两年了 在这里生活得很平静 也很愉快 咖啡厅的老板 普通话很标准 也没有冷落庄瑞 和秦宣兵聊了几句之后 出言向庄瑞解释了 两人刚才的对话 还是老板你有福气呀 这世上没有多少人 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整天还不是要为一日三餐忙碌着 庄瑞想到自己几个月之前的生活 不由感慨了一句 那会儿可真是辛苦 每天早晚上下班 都要赶地铁公交车 回到冷冰冰的出租屋里 还要自己烧饭 与现在美人相伴 汽车随行的生活相比 简直就有着天壤之别 小华子啊 每个人满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 每天也就是吃三餐饭 睡觉的时候 不过三五平方米 相信大多数的人 都能做到这点吧 可是还有许多人不满足 对于我来讲 在这里每天和朋友聊聊天 开心就好了 老板笑呵呵地回了庄瑞一句 确实让庄瑞陷入了沉思 莫非自己所追求的生活 是错的 话不是这样说的 如果每个人都安于现状 那社会也不会发展了 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 来你这里消费了 你现在的行为 同样也是在为社会创造效益 秦宣斌很反诚地 反驳了这个老板的话 也让庄瑞的眼前一亮 自己追求更舒适的生活 这也没错呀 舒适的生活就意味着 要用金钱去打造 同样也是消费嘛 庄瑞此时的思维方式 越发地向他百万身家靠近了 咖啡馆的一楼居然还提供烧烤的地方 有许多游客聚在那里 烟雾生腾 显得很是热闹 庄瑞和秦宣斌在老板的领路下 来到了咖啡厅的二楼 二楼与街面相反的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里面种满了不知名的鲜花 在花丛中间 摆放了一个稀释的圆桌 与两张座椅 用老板的话说 这里是他闲暇小气的地方 拉萨的夜空很明亮 一片宁静 随着银雾般的月光 洒在大地上 把大地照得一片雪晶 树木 房屋 街道 都像镀了一层水银似的 天上璀璨的繁星 似乎要坠落下来一般 就好像在人的头顶处 闪烁着点点光芒 老板很快就送上来两杯咖啡 按他的话说 这完全是手磨的 喝着香甜中 带有一丝苦涩的咖啡 看着晴朗的夜空 听着周围人群的戏闹声 庄瑞和秦玄冰都没有说话 深深的沉浸在这美好的夜色里了 呜呜 小白狮的声音 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平静 这小家伙钻到花丛里 却被刺了一下 跑到庄瑞的身边撒起娇来 可爱的小模样 看到庄瑞和秦玄冰都笑了起来 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了 秦玄冰越耳的声音传来 听到庄瑞的耳中 就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里传出的 在这个寂静而又吵杂的环境里 显得无比的空灵 我们在南京做了一个方案 马上就要开始执行了 我和雷雷必须在场的 不知道为什么 秦玄冰紧接着开口解释了离开的原因 他自己心里也有些怪怪的 难道自己真的会在乎 对面这个男人的想法 秦玄冰没有找到答案 自从遭遇狼群的那个夜晚之后 他就感觉到 待在庄瑞的身边 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就像是小时候 在爷爷身边一样 很温馨 也很安全 大川和我说了 明天上午去玩布达拉宫 你们下午就会离开 这一路上 可是辛苦你们几个人了 庄瑞说的也不是客气话 在大草原上没有人烟的地方 生火做饭的时候 这几个大小姐 可是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的 我们在四月的时候 会去中海进行一次珠宝推广的活动 到时候 你会在中海吗 秦玄冰没有接庄瑞的话 而是出言询问道 我在不在中海没关系啊 你们不是在中海有分公司吗 庄瑞的话 让秦玄冰气得差点跳起来 这小气的男人 居然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 不过看到庄瑞笑眯眯的样子 才知道他在开玩笑 小气贵 秦玄冰用脚尖在桌子下面 踢了庄瑞一下 却不料 被小白师看到了 居然冲着秦玄冰叫了起来 看得庄瑞哭笑不得 连忙弯腰把这小祖宗 抱到桌子上面 指着他的鼻子说道 以后不许对宣兵阿姨凶 知道吗 谁是阿姨 是姐姐 秦玄冰羞脑的白了 庄瑞一眼 小白师像是听懂了庄瑞的话一般 跑到秦玄冰的手边 伸出舌头 亲热的舔了一下 然后又飞快的跑了回去 躲开了秦玄冰想抱住他的手 庄瑞 你有过烦恼吗 秦玄冰悠悠的声音传来 听得庄瑞愣了一下 都没有脑子想 就脱口说道 当然有呀 谁没有烦恼呀 不过庄瑞仔细回味了一下 自己的烦恼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基本上过去就忘了 能让自己记得住的烦恼 貌似还真没有 秦玄冰像是没有听到庄瑞的回答 自言自语的说道 我爷爷是从大陆去香港的 刚到香港的时候很穷 也被人看不起 我爷爷就很努力的去工作 开始在一家珠宝行给人做学徒 后来就自己开了一个金铺 慢慢的发展到了现在的规模 我出生以后 我出生以后 爷爷还是很忙 只是近年来身体不太好了 才闲了下来 但是从我记事的时候 我的爹地妈咪也是非常的忙 每年见他们的面 都不会超过五次 如果不是有他们的照片 恐怕见了面 我也不会认识他们的 等我长大以后 家里面又安排我去英国读女校 让我学习珠宝设计 虽然我很喜欢设计珠宝首饰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被别人安排自己的生活 你明白吗 我想要有自己的生活 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秦宣兵的情绪 变得有些激动了起来 不过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继续说道 和你们来西藏 是我这辈子所决定的 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庄睿 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朋友 我们现在就是朋友啊 以后当然也是朋友了 庄睿听得莫名其妙 傻傻地回答道 心里还在想着 这些人的思维 怎么跳跃得这么快呀 听到庄睿的回答后 原本还有些伤感的秦宣兵 忽然笑了起来 对庄睿说道 你把眼睛闭上 闭眼睛 哥们儿没有灵气去看你的身体啊 庄睿虽然有些不明所以 还是将眼睛闭上了 就在他闭上眼睛的同时 只感觉到一阵香风袭来 紧接着 一个柔软的嘴唇 印在了自己的嘴上 可是还没等庄睿回过未来 香软的嘴唇已经消失了 当庄睿回过神 睁开眼睛的时候 对面的座椅上 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这 这是哥们儿的初吻啊 不对 是被那小子他老爹抢去了 庄睿回过神来 恶狠狠地看着小白师 想起自己从济世起的初吻 貌似被那头金毛脏鳄 给夺去了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